所以无法各自写成诗句 一笔一花转刻下我思绪 反动风吹风轻 飞烟归去来袭 且把奔红入万人见你 所以无法各自唱进华丽 一山一水妙摸下你身体 就是爱很别离 今夕不后悔悲 我随约依旧带你录影 我真要吃饭 给你们展示一下 平常我如果不涂口红的话 我的嘴巴是什么色 这啥礼物 这是 这是 谢谢谢谢 这是一个烧麦 这是一个粽子 然后在那个粽子叶上游荡 看 所以你们看 平常我涂了口红之后 不要说我嘴巴颜色淡 这才是我真正的嘴巴颜色 更淡 当然没有 这是我嘴巴本来的颜色 因为我嘴巴本来就是白色的 所以说 所以说我在公演上我都 真的 已经涂了很红了 但是别人都问我说你怎么不涂口红 说我怎么可能不涂口红 我不涂口红可能是这个散吗 我不涂口红的颜色可能更浅 只要光打的好 我的外卖刚到 你们不敢想写 我七点点的外卖 现在才到 怎么样 这个 这个 什么 下面是烧口 里面是汤 不是 里面是汤 沙 是一個騎手的問題 是一開始的時候沒有騎手接單 然後店家給我打了個電話 他說我給你叫跑腿吧 我說行 結果他店面剛叫了跑腿 騎手接單 我這邊弄你 現在沒有搶到票 嗯對呀 這肯定能 今天這次的票應該不太好搶 因為又有生日啊又有什麼 我跟你們講今天點家飯 跟我是老鄉 我沒有想到 當時一個牡丹江的電話打給我 我還震驚了一下 說怎麼會有牡丹江的電話打給我 我以為是我家裡哪個人換 換手機號 我就接了 結果 結果是外賣的店家 你看 我把 當把餐具放哪兒了 給你們看 這是我很喜歡喝的湯飯 不過這個湯飯是鹽編的不我家 好了 舉一下我怕散 不算韓餐 我家那邊有很多朝鮮族 我家那邊有個朝鮮族的 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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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村吧 還是自治鎮 所以說不算 湯飯呢就是 我一般會給他泡在一起吃 不會泡菜呢是牛肉湯 哇 它保溫做得好不錯 真是家鄉味的 最早 吃著那天化年老 一組 一個 每個彼此手藏 愛可需要 鮮旬 王 神秀 王 王 不行这样就暴露了 我还穿着睡裤 想给你们看一看走看 就这样吧 现在不玩笑顺便看直播没关系 所有人跟你一起说死 再喝一个吧 再吃汤饭 但是我一般会选择 把饭泡在汤里面 因为汤饭 谢谢 哎呦这是什么 这也是儿童节特效 儿童节怎么能送这种 儿童节怎么会有这种特效 好神奇啊这些特效 我知道一边儿童一边端午 可可爱 这个汤不错 但是饭的有点黏住 这是你这个儿童套餐 有点黏住 嗯 好 好 那 好 好 嗯 嗯 好了 然後開始吃小燒烤 先喝口湯暖暖胃 想太多了 點了一個炒麵包 麻椰好甜 好甜 你怎麼沒吃完烤麵包啊 烤麵包沒吃過 去吧去吧快去忙吧 好甜 不是 誰超脆弱 可以給你打通電話 說好的你還記得嗎 打不同的電話 等不到的回答 回憶正發著大雨落下 你会想我吗 忘不了的好吗 是一转正常的吧 不行我要把汤汤又放回去了 我觉得这样肯定会散 我先猛喝几口 不可能怎么可能呛到谁 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人喝汤饭呛到啊 拍完秀 难怪难怪这个 跟你们说难怪这是我的老乡开的 因为我感觉在上海 并且没有这种口味的汤饭 就是很少会有汤饭啊什么的 真的跟我家的味道一模一样 还有我的小烧烤 那不一样 对啊烤面包就是烤吐司 我这个是牛肉汤 我这个是牛肉汤 就跟我家里面的汤泡饭一个味道 我现在吃烤烤五天 吃一条眷恋 等你来过的纪念 水花只能开在雨天 烟花要绽放在黑夜 雪花都涉不小冬天 对呀当然要吃小烧烤 主要是 这个其实属于一种沿边风味 而不知道粉丝里面有沿边云 是属于朝鲜族风味的小烧烤 笑着泪流满面去迎接应该 里面风味就比较好吃吧 我也分不出来吃点 谈话若聚一线 更要开的耀眼 这就只有在那种 那种菜馆吃过 那在我们看族的菜馆那种吃过 让我留在晴天 去保护我和你的最好的夏天 青丝若睡三千 只剩一样眷恋 当你来过的十年 谢谢 喝水 这里面全是水 真的有种老家的味道 因为它这个牛肉它都撕成了丝儿 然后就炖得很烂 二米饭的汤饭还没尝试过 这个直播间会不会有人不知道什么是二米饭 二米饭就是大米加小米 叫二米饭 好像东北一般会叫二米饭 一朵浪実 我不知道南方叫什么 海面都是你气息 我都满心欢喜就多孤寂 如何去形容你是我一 我没吃过 看来刚才说二米饭也有朋友做一样东北人 现在说二米饭也有朋友做一样东北人 下次我吃着饭 那我能北方都这么吃吧 我妈之前煮那个会加西米 我来吃牛肉汤饭 这还是送了我葱姜蒜 哎呀我顺便把调料放进去 等会再放调料 现在不算想吃调料 加红酥醋做的很好吃 这是我妈爱做的 我来吃汤饭牛肉汤饭 我下的时候很喜欢喝皮带瘦肉煮 然后连喝了四五碗喝饿 后来闻到皮带味了想吐 我今天是饭到他碗 我这下还喜欢喝黑芝麻 然后连喝八碗喝吐的 我很爱你很爱你 我还在我手机 想找你 还要是漏无秘密 可是你只责不提 我爱你这只是情 好你只会 好的 今天就很冷啊 今天上午好冷 可能是吧 让我比较怕冷 高冷我才不高冷 是因为我面探 超级雪月 这是要干啥 有人要穿越了 他送我辣白菜 但我不爱吃辣白菜 把这个酱和这个葱姜蒜混进去 辣白菜我花肉炒饭我吃 我是分的我不敢吃辣白菜 加什么我都吃 但你这个弹幕画的图里面是生菜啊 我不知道韩国的汤饭什么味儿 我没吃过韩国的汤饭 我吃的这是我们中国朝鲜族的汤饭 鲜拉面不就是泡面吗 一样退不去 用的要不动 我都说了 我家那块有一个朝鲜族的自治 算是自治村镇的 你觉得我能没吃过冷面吗 你觉得太小瞧我了 没从来 我不管 然后不要偷一眼 看看 四十多点 在几点 我家里面有四十多 你吃到我吃到大 但我不喜欢吃狗了 这就写你是蒙古人 那蒙古人 你们买快递怎么买快递 甜蒙古包能找到吗 明星说我吃的也不好 净虾吃 我知道了 但我忘记那个东西叫什么 那个酱叫哪儿 呼伦贝尔黎黑龙酱不进的 那个酱不记得叫哪儿了 我要吃羊肉串 我在那边喝了一些到这个地方的火车 这不是祥阳 祥阳哪儿祥高啊 祥阳都25岁了 对 冷知识了吧 祥阳是1998年的 我看过喜爱习惯犯证 喜爱习惯犯证是1998年的 虚岁吗 我们东北都赖两岁的 对啊 就像我妈现在跟我说你25了 早妈心目中我已经很大了 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妈就跟我说20岁的人了 我跟我妈说妈 我今年16岁 我妈说差不多吧 我妈说ик 我妈继续 我还没办法 翻新淵 settの二十五岁 焚去一声 猛鉴去一個 最alen了 才不喜欢你 rectangle 台胴 小豆腿 五岁 direct Secائ之 期间 刀 你多大就说自己笨三了 我们这个直播在里面 真正三十岁的人怎么办 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说自己四十岁呢 再吃汤饭 现在是吃饱了 刚才有点浪费 也会重合 再肉吃过吧 它甜 吃我牙头 咬不动 这个羊肉好难嚼 这是我今天的推荐歌的 等到天不会黑夜里长得也不会寂寞 等你心跳埋伏为我飞 嗯 等你心跳埋伏为我飞 不吃了 不吃了 你说你害怕曾经受过的伤 过去发生的情节 看你我害怕抽烟在你身上 吃点牛肉感觉人舒服一点 我觉得我对我还要吃一跳 然后吃小吃 哈哈 还有他们吃小吃 我还有都没吃呢 尝一口吧 稍微有点仪式感 太大了 要让你不太方便吃 这我有一箱 谁会买一个 一个也不卖你 我天哪原来是这样子 那我不吃了 没有啊 一直都有啊 就是我不喝吧 好酱 好酱 什么是喜乐呀 那我没听说过 冬杯给她们咬吧 那可能我没有听说过 不 我一般喝的话就喝那几个 是吧 你看我都没有见过 昨天不是跟你们说 我有个快递是 18年买到现在一直没拆吗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们首先猜猜是什么 谁买日历啊 谁买日历啊 谁会买买买买这个 这么三年后的日历啊 谁这么无聊 那这歌词唱什么 喜欢我吗 是一个东西 是一个东西 是个物品 今天我把这个关于这个物品呢 发出朋友圈儿 我只是一个情歌 他们都 他们他们就是 我今天把这个发的朋友圈儿 第一个人我说 你是要去这个 有点吗 哎呀 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什么桑嫁曲 我开始爱了 啊对 那个人我说 你是咋的 你想去 你想去这个婚丧嫁曲吗 然后 然后那个谁 附伍琪 哎呀 这个眼睛那边是金东西吗 怎么眼睛这么难说 然后 附伍琪 跟我 也发到 这个点吗 评论 他说真好 可以给我送走 然后 就真的 然后我那条朋友圈 底下评论是说 还活着吗 要不然就是什么 那个 听说过网报吗 睡在我的柜子里呀 但我没说我拆开 把这个筷子拆开了呀 这跟在床底有什么区别 我昨天不也说了吗 这个会计在柜子里 给你们找了一下 这是我三年前买的快递 你们有点证明给你们看 因为昨天那个被我被我扔了那个快递盒 不会有人把快递盒留着 一直留着的 我今天吃了一下 我今天就是发朋友圈 我说我给大家出 给大家表演一下 然后他们说真好把我送走了 本来正正想表演这个的 但是吧 怎么说呢 给你们表演一下 学习唢呐的第二天 第一天就是昨天啥没干 第一天研究很久能不能吹响 结果失败了 昨天吹响了 首先啊 首先你要你要摆着看起来 你这个很会吹的样子 什么事儿吗 我还是学了一首歌 我跟你们说我学了一首歌 我学了一首歌我跟你们说 我等我啊 我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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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 我学了一首歌 等我找到那個譜啊 我今天發朋友圈說我好怕忠心其他人 過來削我 還好他們都比較有禮貌 等我一會啊 是的呢等我一會啊 那個那個是我在抖音看到的柬埔 我得搜索一下 我得在抖音上搜索一下 今天我要去挑戰 怎麼我抖音是看到什麼你們都能看到 不著急不著急 我搜我搜一下我搜一下 是哪個人 我不想去搜索 我搜索的挑戰 哦對 搜索 教學 來就這個 等會啊 我先背背譜 他說了你一定要微笑的吹你知道嗎 就你們知道嗎 那個鎖娜啊 你不能 你不能哭髒的臉兒吹 你得微笑的吹 你微笑的吹聲音比較好 所以剛才我都是面帶微笑的 知道吧 大家為了為了這個配合我 特意一定要那個躺下 我想一想啊 對 眾所周知我不是不認識五線譜嗎 所以我現在正在正在記他的手 我正在記他的手法 我記下來了 我試一下啊 不要這樣 有什麼可害怕呢 這是一個多麼美妙的樂器 怎麼吃不出來那個吊了 肯定是哪裡不太對勁 好 我再試一下 啊 你們能聽出來 你們 聽出來我在吹什麼 謝謝謝謝謝謝 你看 有一個人 被我這個鎖娜給打動了 被我這個鎖娜給打動了 然後 然後呢 他就送了一個禮物給我 這是對我的 鼓勵 我每天都在斷練習你知道嗎 等我 等我練成的那天 因為現在居然我拍證件呢 還有好多天 就是 他說一天就能學會 我準備每天都在學 到時候證件 到時候證件呢 就給大家欣賞我學的成果 如果我沒吹的話 證明我可能沒學會 你看 還是有個B計畫的 就當我沒學會的時候 好 好像有點吊了你知道嗎 聽到沒 聽到吊了沒 我不能告訴你們我吹的什麼曲 這是我的保留項目 這萬一你們能聽出來我吹什麼曲的時候 這不學成了嗎 再聽聽再聽聽再聽聽 為什麼我感覺跟他吹出來聲音不一樣呢 一定是哪裡 哪裡出了問題 但是要微笑 那我就 那我就微笑著吹 這微笑的夠標準了吧 知道為什麼我發了朋友圈之後 他們跟我說 把我把他們送走了吧 我只能這麼吹啊 再不這麼吹的話 吹不出來就行 聽出來我吹這個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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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感覺我怎麼吹他 對呀你看 就你如果邀請了我去吹這個玩意兒的話 怎麼說呢 這都能給人氣一會兒 我再學一學啊 哎呦我翹門吹的好聽一些 加個裝飾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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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聽 這個裝飾音加了之後 你就聽他這個聲音一下子好聽了一些 有沒有 是吧 現在我換一首簡單的歌來學了 沒有辦法 這個世界上除了我 這不是這個世界上去的 就這個房間裏面 現在 呃這個直播裏面 現在除了我以外 還有人會吹鎖那嗎 你會吹 你看看我吹的標準吧 你們都會吹 但是我我賽邦不顧 吹不起來的話吹不起來 吹不起來 那我能吹響 這已經不一樣了 你知道嗎 這已經已經屬於一個跟其他人 就BBBBB的區別了 你家是索納世家 那你你那你會吹索納 我的天哪 我這個直播間裏面 臥虎藏龍啊 你看 首先不說別的 你看我這手擺的標準吧 啊 你看我這個手 手擺的標準吧 是吧 怎麼圓 再怎麼圓 什麼叫圓一點 啊 這樣 不標準 哈哈 啊 不標準 那他叫我圓一點 你看 肯定是我擺的不標準的原因 手要翹起來 這樣 爬一點 你們倆能不能 你們倆打一架 一會兒跟我說翹一點 一會兒跟我說爬一點 這樣 標準了吧 我小拇指就這麼短 我小拇指就這麼短 沒辦法 我小拇指射不止 只能這麼短 這樣這樣標準了吧 嗯 學習損大的第二天如何標準一點 標準吧 你別說 你看 聲音一下子大了不少 還好吧我覺得 立馬又進步了 是吧 你看看 我就跟你們說了 我這個人 很有音樂天賦 真的很有音樂天賦 是吧 那沒辦法 我不會 那個蘆葦的那個 我吹不動它 好了 現在吹我這個 這個大歌曲 怎麼回事 哎 我至少前面前面三個音是對的 你們知道嗎 是吧 有掉了 有掉了有掉了 進步飛速啊 我又看我的隔壁 就是扣那什麼時候過來砸我的槍 让我喘口气 有点吃不动 冷静一下 什么叫吐音呢 最明显的好吃 是这样的鸣吗 这鸣显然人 这鸣这人人鸣起来 这出不去生啊 你看我只能选在这种点直播 为什么呢 这个点人至少不睡 这个点中心应该没有人家睡觉 但大家都起了 这不是一个很扰民的时候 哎不是我发现了 这世界上这所大的孔怎么都不一样大呢 我就说我这个手 我为什么总是放不到一起去 用气音发 踢 怎么发 是我这个行径状态吗 喝呀 好 好 我先深呼一口气 这玩意儿有没有什么消音器呀 什么玩意儿的 我怕一会儿楼下的过来需要我 我这都没生不扰民 但是我们这个隔音不好 把下面的碗拿起来 这样 把碗拿下来还能吹出响 这么高级呢 我这都没想到 吹出来吓 厉害了啊 舌头向上 怎么可能 这肯定是 你等会等我吹出一个 等我吹出一个 啊我我我练一个曲 这是我练的曲子呀 这是我练的曲子呀 这的确是我在练的曲子呀 深吸一口气 不行我不能深吸口气 我还是这样吧 怎么怎么还能 啤叉呢这声音 是吧 听说听说听说调子了吧 啊 是不是有调子啊 啊 因为塑料烧片 那我试试芦苇烧片 是不是听了调子了 刚吹的时候一个一个音吹 怎么叫一个什么叫一个一个 吹心吹呀 等我去换个哨片啊 我去换个哨片 我去换个哨片 感谢观看 这玩意不就是 我在网上看的 不是我在网上看的 人家教的就是说让你拿 让你拿拿 嘴巴给他舔开呀 对呀 让人要唱要要跟我等多久啊 哎 开了 我说啥 我说啥 瞅瞅我说啥 啊 这万一呢 你看万一我一用这个芦苇烧片 我上来这个声音立马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跟你说 刚才用那个塑料烧片吧 他们都说这个塑料烧片 它好吹是好吹 但它音不好 啊 等咱一用这芦苇烧片 前面那一切 你就说啊 前面那一切逗你玩呢 这一下子我跟你讲 就变了 口水是不是放多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 小刀削薄一点 这这么困难的东西我不太会 我再试试 告诉你们一千 一千五的肺活量吹锁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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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新手的话还是要怎么说呢 先又拿那个塑料的那个照片啊 练练手知道吗 这是我吹的第一句歌词听出来没 应该不会吧 怎么侧吹 侧吹 啥是侧吹 还能侧吹 成龙是哪个歌啊 用嘴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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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玩意好用啊 这玩意好用 不能测诠你俩打一架呗 黄飞红是哪首歌 你哼个让我听一听 哎 对 你听出来了 我的天哪 你仔细听 你仔细听 你看看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调 不好意思 嗯 没事 我如果实在吹不出来呀 我那天又背对着 大家都看不见 你只要我一个人知道就行 哎是吧 你看一听就是那个男儿当自强吗 就是这么吹的人家就教我这么吹的 是吧 对 你去你去放那个 你去放那个那个男儿当自强 你去放那个那个男儿当自强 你去看那间 你去放那个男儿当自强 你去看吗 你去看那男儿当自强 你去看那 他小朋友 我说 这群我 我看他 你去看他 这个 哎呀真的,側面吹,省劲 再聽一聽啊 哎呀,沒氣 是不是一模一樣 是不是一模一樣,我就問你 是吧 這一下子讓我找到了這個樂器上的字記 證明什麼呢,證明呢,我這個果然的確啊 果然的確在音樂上面十分有造詣 那我吹這邊 是吧 這麼一聽是不是很有那個感覺了 已經越來越熟練了 雖然我也不知道我,我,我吹的是什麼吊啊 你以為我沒試過嗎 我試過根本吹不起來 什麼是鎖燒啊 什麼是鎖燒啊 不 我不 哎 就是叛逆啊 我跟你說 就是要這種 與全世界為敵的感覺 知道嗎 到時候咱就練這個 嗯 我知道 就告訴你們吧啊 每天都練 就每天直播都練 都練一會兒 給大家展示我的成果 七天之後 七天之後 全新的全新的我 啊 最後再給大家欣賞一下 最後再給大家欣賞一下 男兒當自強 啊 要把這個碗帶上 要把這個碗帶上 應該不會吧 大家一般這個吹的東西都怎麼說呢 就 都挺正經的 那不是我一般兩字嗎 那不是我一般兩字嗎 你們怎麼知道我這正好 這個這兒嗎 這個 嗯 魚頭正在我的隔 正在我的旁邊 但他在地上躺了好幾個月了 會不會有點埋的 誰這麼跟你說的 誰這麼跟你說的 你不要這個 瞎說啊 那 那咱跟你 扯扯巴西亞 那咱咱咱在這 我還不要回 等一下啊 我還不要回 那咱咱咱咱咱咱咱獨 嗯 嗯 嗯 孔 拿饭 beans 年左 年 preacher 年轮 将暗 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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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怎么感觉我真的听不见声音呢 这是啥的 这玩意是合音呢 有调吗 有调吗 不是你刚刚说我敢在里面那儿闯上倩 有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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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能听出来我吹的是什么吧 是我的世界好像以下恢复了光明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礼物 怎么刚才 刚才吹的好一点是吗 你看证明什么呢 证明咱这个很有潜力 证明咱这个很有这个天赋啊 我怎么才看到这首我放这首歌歌名叫骂醒我 我怎么能抓住我 当我的情被搞乱了 当我有奔得要逃走 我 我 是吧 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天才 是吧 每天要练习一会儿啊 世界马上就要变成美好的人间 我不听 说的话就是在夸我 是吧 那当然了这玩意跟我比不得差的 不是一点半点的 什么是简单的曲子 两只老虎是简单的曲子吗 我想吹个美酒加咖啡需要学多久啊 我是一个冰居然是最简单 我是一个冰怎么吹 入门曲啊 我知道了 明天研究一下 学啥都先学我是一个冰啊 你别说啊 你说我刚才出的那个和白鸟嘲讽 是不是觉得 行挺似的 啊啊神 神挺似的 是吧挺像的 嗯对吧是吧 很像啊 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 还好吧应该还好吧 我觉得应该还好吧应该 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堪入是吧 还是能能就是还是能听出来一点声音是吧 就像你看我刚才我就我都没有说我吹的是什么 就有人猜出来我吹的是什么了 这是宽人的话吗啊 这是宽人的话吗啊 别瞧不起人 你们 七天之后啊 现在的你们这个爱听不听 以后的你们 求着我求着我听 娱乐播 什么可能啊开玩笑 怎么可能开玩笑 是吧 是吧从一开始到现在你都能听出来你都能听出来我吹的是什么玩意儿了啊 所以现在感觉看到开玩笑 现在感觉看到开玩笑在有点有点有点花眼前有点花 对啊 对啊这叫什么 这叫民间乐器 对啊 我怎么可能会记得我每天领带叫什么名字啊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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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打扰了啊 我真的 主要是我看他们他们吹都差不多 我那天搜我看到人家跟我水瓶也类似嘛 这玩意吹出来不就这个声吗 是吧 是吧 别那些吗 我现在听到有个男的那个吹什么 嗯 好运来的啊 我感觉跟我水瓶也相似吗 下一次就学那 好了 不了 再吹真绕你 好运来的清水 或许是当你坐在我的浮江而收拆 或许有一百种开心一百种常卖 或许是因为我们有时都是像个傻子 或许是因为故事太低的时候开始 或许是因为我们除了招致还要悠着 或许是因为我们只顶得像个方式 快大神会全部打在公屏上 或许是在梦中 或许是看见她的笑容 或许是或许是或常相遇的那一刻 或许是在梦中 这歌叫 我看一下 叫那一刻心动 就像刚才你们听我吹这个唆呐一样 那一瞬间心就动了 所以那一颗心 徘徊的心 只是很久很久 在这下的灵弱 我想梦爱讲的 我想梦爱讲的 我想梦恼的 这都没到说出个 教找个师傅教我 很难吗 我就找师傅教一篇 他教了两个时 我能学会吗 你又说吧 你 你 你会吹男儿当自强吗 你学了多久 你到我这水平 你学了多久 那咱俩自学 你记得自备所呢 不难看不起你 你也心动 是吗 自学去出事你就难得 看着没有啊 人家学过的都这样夸我的看着没 咱就是天赋一饼 咱就是厉害 这气息是不是杠杠的 是吧是吧是吧 是 老厉害了 我给你们讲啊 我说实话啊 说实话我第一次打架子鼓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知道吗 也是这样一踏腿 第二天突飞猛月 这成语是这样子 怎么感觉不太像 突飞猛月 对你 还是忐忑不敌 你看人只会关键字不多 什么东西啊 真的是 卡祖迪 不 我不是 我听天草吹过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天草吹的时候 我的那个表情 我跟天草组个乐队就看看谁先被中心赶走是吧 谁先被自己的队友打死 谁让不曾怀疑 那真是我虎苍龙啊 还是忐忐不敌 谁是你的那个唯一 对 你太伤害人家了 卡祖迪还能上瘾 这玩意有什么瘾可上啊 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有瘾呢 小孩说我家有口琴 我都说我小时候我家有的肯定不是我吹的 我小时候有那个 我小时候有那个 黑色的 然后长这样黑色的 然后他这个就这样 这样吹的 我小时候会吹那个 这么便宜9块9买一个 那个树笛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就小时候吹的 我不知道是啥 就小时候小时候小孩吹的 你们小时候都没上过学吗 你们小时候都没学过吗 就黑色的酸料的 下小时候大家应该都学过呀 我小的时候我认识的人都学过 我说一说 我感觉应该是竖琴之类的吧 我不知道 完全不记得 但我就记 我想 我就是我不知道那玩意儿怎么吹的 我也没有吹那玩意儿记 但是我的脑子里面记得我有一个那个玩意儿 小的时候呢 我们的音乐老师就带我们学摇篮曲 然后他困了 我搜一下 我看看是哪个 好像不像树笛 没那么高级我的印象 是暗键的我记得 是暗键的我记得 翻黄管 是暗键不可避免白色可风灯 成一些爱情有紫色红色蓝色白色 四种脸色 没冲动 单黄管更高级了呀 什么有有 我的印象里面是有键盘 那不是那口风琴不是这样的吗 那不是这样的呀 画给你们看 最黑色的 那什么苏格蓝我不知道 就他长这样 长这样 这些话 这样不太像 他就是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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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有一堆垫子 就是这样诶 垫子垫子 怎么这样 这个靠色 这小肉吹的呀 黑管黑管 我以为你说黑管是个颜色 你告诉我黑管是个乐器吗 也不太像啊 那小肉吹什么东西啊 也不是 这口风琴 长得跟单黄管很像 但没有光单黄管那么高 但是幼儿版的单黄管 我找一下 小孩 小孩 竖琴 咋的小孩不配 不是竖琴竖笛呀 我说嘛 我不存在 我的故事里只有你 没有任何旁白 也不像 最后的情绪 竟是不难 我说 男的玩不是拿水吹的 我才想决定分开 为什么我们的担担 还是没有例外 你说我没有强化 入门 入门 丹 黄 管 这哪有入门啊 为什么我对你永远是如此的不堪 我还是吹着出去不想再加上 少儿 最后只看见车门在我面前 怎么都只有教程啊 不教你怎么吹 还真是 对就长这样 但我小时候那玩儿长得比这玩儿好看 我音乐怎么没了 就长这样 但比这个好看多了 小时候还会吹这么高级的东西呢 我的脑子里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看不完 哎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带小时候真难 小时候天天上课吹点玩 带我在哪吹的呀 上幼儿园的时候吹的 可能生意当时上的是私立幼儿园 那个时候小孩每天 对啊我上幼儿园吹这玩意上小学谁吹这玩意 我肯定上幼儿园的时候吹的 上小学我肯定没吹过这玩意 小学我的记忆里面只有学习 对当时我还不住这个我家现在这个地方 是吧 是不是东北小孩上学都吹这玩意 你看看 你看看 你没有你上的不如私立幼儿园 那你那你私立幼儿园不行啊 都不交这玩意 小学不是幼儿园有功利的吗 我的脑海里怎么给幼儿园都是私立的 我上的幼儿园也是我上的幼儿园 机关幼儿园是功利的 机关幼儿园是功利的 可是我上的幼儿园就叫机关幼儿园 它是私立的呀 我那个小学都是私立幼儿园小学一起的 怎么回事 对啊我在幼儿园里面天天做手工 天天剪那破碗那个老师就抱着我 拉着我的手剪那破碗还剪断了 我记得剪了小鸟 两个小鸟是那条线 咖班就给我剪断了 我就记得这个事了 我想想我又人家还干了什么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有那个琴 但是我的脑子里面一点连 一点那个就是演奏那个琴的那个记忆都没有 因为我只上了因为我只上了我只上了半年半年的中班啊几个月的中班几个月大班上学前班上小学了小学学前班就上了一会儿就上小学了 我又上小中班大班 缺险班都是那一年发生的事情 我去 啊 上两年幼儿园 幼儿园有什么好学的你呢 上两年 你上三年幼儿园 天哪难怪 难怪躺在自己女朋友的怀里面喊她老公 那你们都上三年啊 那是我天赋一饼是吗 那是我天赋一饼了 那是我天赋一饼了 我之前去过那种幼儿园你们知道吗 就是那种村里的幼儿园 然后就是平房你们知道吗 我活那么大我都没见过那种破的平房 我当时小时候吓死了我的呀 然后就是死也不去 平房就是农村的 这这平房啊 他就叫平房 你要我怎么形容 但是就是他他不是他不是村 他是他是就是在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是那个地方是城中村吧 反正城中村里面的平房 到这到什么地步 就是在那平房里面的小木头凳 特别破 并且条件恶劣到 条件恶劣到什么地步 条件恶劣到那个时候 就是人家就是那个什么小孩啊 我就现在一直见了很多年 就小孩啊 这个什么 不管小男孩小女孩上厕所 都是露天的 还在一起 我就去了一天第二天吓跑了 我跟我妈说死也不去 不然就杀了我 你知道露天一起的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走到外面 就你自己随便解决吧 吓都吓死了知道吗 咋可能啊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们那个幼儿园都是分男女厕所的呀 怎么会怎么回事 我倒也不想装那么细致了 那天我跟你们讲小的时候吧 因为床位不足我都是去去别的班睡觉 因为我们没有午睡 因为我们是全脱 也不算算全脱吧 就是中午睡时间的时候我永远都是去别的班睡觉 经常一觉起来忘记自己身处哪里 就晚上五六点接你回家睡觉 然后你早上就来上幼儿园 随时提醒我回忆见课 太痛了 对了你得加点上幼儿园呢 不到这种地步你们知道吗 你上到十点大你上什么幼儿园啊 就这里你还上了三年 迷惑了我真的是 你是去幼儿园吃了个饭是吗 你就回来了 有什么意义 你妈少做一顿饭罢了 对了那领导视察的没那么快 你不敢为我 亲子办 那我不知道什么是亲子办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我我的那个小学后面又开了个幼儿园 一个月一两千我记得 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当时震惊了 我说天哪 现在幼儿园都这么贵了吗 这我们也是啊 幼儿园要上五天 还六天 我就只记得这些 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呢 是因为吧 小学的时候啊 小学的时候 当时上小学上去小学的我们中午 闲得没事干 因为我们的小学 幼儿园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两栋楼 那连在一起的 然后就是左面的栋楼是幼儿园 右面的栋楼是小学 但是左面的楼上面呢 是什么舞蹈班啊 呃 舞蹈班 书法班 国画班 还有还有乐房 琴房什么的 还有什么校长室都在那边 然后吧就有一天中午吧 当时我们是中 我们是周六也要上舞蹈课 就上小学周六也要上舞蹈课 我都跟你们说 他上私立小学啊 私立小学不都是这样的吗 就是那个周六有舞蹈课吗 然后当时他们闲着没事干吧 他们就总是去那个小幼儿园 上楼下幼儿园的地方玩人家的那个泡沫球 天天玩天天闹 但没想到会有监控 然后吧有一天吧 其实每天我也跟他们一起玩 但是我那天怎么说呢 那天我就懒得去了 我跟我妈去抄事了 结果他们就在那玩 在那玩在那闹 被下场抓到了 写了检讨 写了八百字的检讨 这个事情我记了很多年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离谱 有点好笑 对啊 在那写检讨 还入党呢 因为那天我不在啊 他举报我没有用 因为我不在啊 并且我 那没办法 那个时候就是那样子 检讨一半写的比较长 但是我们一个班三四十个学生吧 我们是算虽然是私立量 我们人多 然后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去呀 去夜神的玩呀 谁都不跟我去了 因为我们私立的学校跟公立学 就隔一个马路 就一条大马路 私立的在这儿 公寓在这儿 中间隔了一条小杀杖 小小岔道 所以大家都去上公立了 但是小的时候 我总是因为那个时候学舞蹈 所以有时候我才上私立 你起来同学写情书 被老师发超两百遍 我想起来我小学的时候 我的同桌 我同桌被人塞情书 然后我因为问他说 谁给你写的 问的声音太大 被老师罚站了一讲课 你问他说谁呀 谁呀谁呀谁呀是谁呀 然后那个课间活动 我又问他谁呀 谁呀谁呀谁呀是谁呀 因为老师因为声音太大被老师抓到了 发占义解课 太惨了 我脑海里面 对啊我这很好奇 我说我震惊了 我说有人给你写情书 塞你书桌里 我咋不知道呢 就一直问我谁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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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的雨天 在突然醒来的黑夜 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满泪 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 就破案了是我的朋友 到时候都很尴尬 说 吃了半天瓜 瓜主竟在我旁边 你把旗杆弄毁了 你是 你是爬到旗上面去了吗 我读书的时候没有人给我写我情书 一般都是女生给我写说 感觉我是一个好人 很想跟我做朋友 还要请我吃饭 我就问他什么时候 哈哈什么什么东西 在渐渐模糊的窗前 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 原谅被你带走的 你还帮别人递过情书 你们这个生活挺丰富多彩的 我一般都是问谁呀 谁呀谁呀 你老了一点 老了一点 那你这个事情没有告诉人家吧 不然我干难过的 你还就是跟他安慰一下 他说下了 他没有说话 你们是在炫耀什么 你们在炫耀你们这个安 还告诉人家 哇好坏难怪就变成了我的粉丝 你小心一点 你小心一点 你不要这么 你不要这么迷目张胆胆的说出来 不然的话下一刻就不是你被发现 你的这个什么就身份了 就下一秒被发现口袋ID 还发现了你发了弹幕 你彻底射死了就 啊这个人不会还跟你一起犯了盒吗 太可怕了 这我我之前我之前认识的朋友也是 啊犯了盒和了盒犯了盒 呜呜呜呜呜呜呜你 那ando只被我和我的说话 一给我讲 recruited 也不想听 太正常了 就证明什么呢 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吧 你就不能劝 你知道吗 你劝人家就怪你 你就应该 你就应该在他跟你说句话的时候就说 好吧 然后把它删掉 万事无忧 没完没了的 因为我之前我有一个朋友 我的那个朋友 给我讲痛哭流气 痛哭流气 一文不值 一顿 一顿那个 然后 我说 既然如此 那那你就 就这样吧 我说那你们就好去好散 然后第二钱 他给我做饭了 真好吃 我当时就说 我说 拜托 滚 亲家 居然如此 嗨 嗯 嗯 哼 我想 或是 爱你 不是 钻绑自己 嗯 也是 我说 多 check 心只为你 过去的回忆不再是 对这就是他们这些真面目啊 是他们的鬼 不能想起他们的鬼话 就跟你跟你骂到 这种就讲这种肯定不可能 那个什么吧 然后就是第二天 永远都会什么 就是就是就是见的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朋友 会不会看我直播 就是见 我准备等会的夏 十点夏的量 的确如此 我之前还有个 我之前那个朋友就是 翻译来找我 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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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顿说 十一点的耳朵听不清 一顿说啊 一顿不止 真的一文不止 然后然后真的给你贬到一文布置 不是给你啊 你赶上点一文布置之后 等过段时间提起 我说啊 我说啊换了 没有还是那个呀 对啊 下次就是应该 就是谁半夜找你啊 说在吗 哎呦 怎么怎么样了 我好难受 你就应该想看不见 你说睡了 雨室不爽啊 到时候你到时候 你到时候第二天 你就问他说啊 我昨天睡觉了怎么了 他都会跟你说没事了 真的不然人家就会怪你 人家不管怎么样你都怪你 嗯还会给你炫耀 看给我做的饭 做好吃 他喝多了 他在跟我说话 他在跟我说保尔克肠经 要死要活要活要活要死 要死要活要活要死 我说啊 是吗 然后过两天 我感觉我已经丧失了 爱人的勇气 我说滚吧 你不会啊 这我刚才其实根本不熟 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我就是虽然我叫朋友啊 但是其实感觉不是很熟 我连他什么时候生的我都不知道 我连他什么时候生的我都不知道 想到你到我的地方 和你曾渡我的时候 对我管他叫做认识的人 虽然管他叫朋友 但是认识的人 接下来他要说 咱俩关系这么好 巴拉巴拉的时候 我都会反思一下 我说真的吗 对 甚至到什么地步啊 到什么 他就是最近说啊 我好喜欢这个女生啊 微博到给我看看 我说我说 他微博翻了一遍是挺好看的 你发邮件跟朋友谈心 你朋友当然不理你了 就像我昨天不点开我的邮箱 虽然我 虽然我出征的时候 也跟别人发邮件聊天 这是为什么 初中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 那里邮件跟别人聊天 就是想自己很厉害 你看他 他这个 打结的 我才不穿纸条呢 我都不穿纸条 因为我不愿意跟别人聊天 但我跟别人一起梳花是可以的 比如说他们穿这条 你看谁谁谁谁两个人 我说啊 这我喜欢 叫人不销毁的呀 如果彩虹过回到颜色 你能不能不离开呢 啊这有什么可好奇的 那你妈妈一下子都发现 都发现是谁了 都不用找嫌疑对象了啊 对我就是我虽然很喜欢很喜欢吃瓜 但是我永远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就虽然喜欢吃瓜 但是不上网 但是不上网 除非我真的能看到 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 我就是进团之后啊 我一个朋友跟我讲 他说他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帮有个人非要跟他打一架 他问他为什么 也不知道原因 可能是因为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到现在都不知道因为什么 可能因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吧 对他就说肯定是因为你他他他他进团的 我当时想说 这也太给我的朋友我这个朋友脸贴肩了吧 不过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都没有联系过 不知道他们现在过的怎样 准确说是 我已经不记得他们叫什么了 找什么样的 嗯当然这个一直都这么好看 这样啊你的同学都带孩子了 天哪同学都在忙毕业 他们正在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看看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他们在玩英雄联盟 果然 我去我们学校旅选了 一会有兄弟把我捞出来 另外一个人说那怎么不带着我们一起 我去吧 震惊了我 没想这么多年过去人都变这么诡异了啊 什么 大四毕业晚上和我一起躺草坪的姑娘生娃了 你别说我第一眼我也看成了 你这个她在草坪上生娃 吓死了 我本来想这挺危险啊这 我找不到很好的原因去阻挡着一切的 那当然也不会上收入戏文的地步吧 应该会上学校论坛 你看多大呀天哪好可怕 你曾经不同喜欢不同时间喜欢两个人也生娃了 我乍一看我以为你想说你曾经不同喜欢时间喜欢两个人一起生娃了吓死我了 你们学校的新闻是社会新闻啊啊你咋你上社会大学啊 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 我怀疑这七月时的风局以后 我参与可能喜欢这样估计就是脸跌不了 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心 我真心投入你给的作剧 你给的作剧 你不提醒我又 为什么会恐惧呢也不要压力大 你看看 你看看没看今天这个什么天海又夕 看看人家54岁 你看人家不谈恋爱 不生孩子 你看人家54岁都快乐 是吧 对啊你看看你同事你同事门清啊 你同你同事活得很通彻很通透 没有人想我和陌生人的爱恋 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 对啊你看看多快乐呀 啊那很好 想太多了我不可能在河边晨练的 我怎么可能我即使我80岁了我又不可能晨练呢 我肯定是刚才起床探战在那里开始玩手机 晚上睡觉 我都80岁了我还要晨练 我还要锻炼我累不累呀我都80岁了 该玩一天手机了吧 对啊我20岁我都不成练 我80岁我成练开什么玩笑 那我80岁肯定还会教育指法 我说不是吧不是吧 真的有人一大则起床锻炼吗不是吧不是吧 一个人像这一个人 眼角的泪却不是所缺 你离开的那一天天空又 那不挺好的吗 哎呀谁那么 那我完全做不到 我能起来玩手机 等我80岁我就在我住的那个房子里面 安一个电梯 因为知道我一会坐着那个电梯 楼梯我都不走 我今天坐哪了下去 下来之后直接给我一键送到餐桌 吃完饭完坐上去躺在床上玩手机 都80岁了你还管我玩什么 管天管天还管我80岁玩什么 然后到时候就拿小轮椅 然后让那个小保姆推着我 推着我去收房租 推着我去收房租 没关系 啊不会吧我觉得不能吧 那他们说很爱吃肉的话 老年永远得老年痴呆 那没关系吧呢 这个80岁之后的事情 那我不管了 那多无聊啊 那80岁我肯定有钱雇保姆了 我又雇10个保姆 我准备现在又下 不顾10个保姆 一个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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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个大嫂房间 一个 那我所以所以说 顾10个保姆吗 然后再一个天天推我去收房租 一个给我去那个弄电梯 啊 这还有几个 还有6个 啊一个就每天 给我播报实时实时新闻 剩俩可以跳夜碟 你看看 这还有几七个 还剩三个 这三个人就给我讲三个人的故事 啊令他困惑 挺好的 那三个人什么故事都能跳三个人啊 就来个什么三个故事 三个人的故事 这活跃大脑啊 不然的话大脑会嗅住啊 很有道理吧 那我都八十岁了 我都顾保姆了 我都顾保姆了 我都让他自己学啊 我说你给我学 啊 他交响的美 我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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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等他人看 我就这样看 啊 行了 噩下 拜拜 没有像这点儿锁明了呀 走 不要走 olmuş 好了 啊